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那种感觉的 并且这个颜色还有点科尔维特的味道 所以说整个前脸设计有一些纯正跑车的味道 来到车侧 我们首先应用眼帘的就是这个硕大车门 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开门杀 好家伙 这晚上一开门 能把非金融车道堵得严严实实的 一个外马小哥都别想过去 再看轮毂 采用的是一个19寸的多幅式的轮圈 搭配的是米其林PS4轮胎 规格是245 45 对于这样一个平价小跑车 采用的是米其林PS4轮胎 可见它对运动性还是有一定追求 整个车侧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后板部 有一个圆润的小隆起 在视觉上有一些加宽的效果 最后呢 就是车尾 整体并没有采用 实际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的设计 而这个设计和马莎丽有点相似 不过作为一个溜背式设计的小跑车 并没有采用一个仙背的设计 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 首先呢是不够帅 其次就是无法最大程度利用这个有限的后备箱空间 坐进车内 整体的内饰设计和哪吒S有点相似 双披色的内饰搭配几批材质的运动座椅 包括细节之处的碳纤维试板 平底方向盘 还是满足了我对跑车的憧憬 这个车机呢也是老朋友了 整体操作十分流畅 不过呢 新添加了一个哪吒大嗓门的功能 属于一个社交利器 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就看接下来我的演示啊 哪吒GT你觉得你卖多少钱合适啊 毕竟是一个自作车型 我们还是要来到后排来看一下它的空间 You see 坐进这个后排啊 整个还是给我感觉就是把我禁锢住了 嗯嗯 如你所见 还是把它当做一个两座车型吧 总的来说 哪吒GT四驱版本车型 最大输出功率340千万 峰值扭矩620牛米 就这个数据已经堪比传统的燃油超跑了 不错的动力 拉风的外观 以及丰富的科技配置 相信能拉拢很多年轻消费者的心 不过至于开起来怎么样 让我们一起期待动态试驾 好了感谢收看本期贤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